如果大家已經把檔案下載好了 您到這個也要提升工作效率 點進來 這個跟這個我們早上就講過了 那您就是回去可以試看看 這個打開 什麼叫虛擬桌面 Win10以後內建虛擬桌面 可是還不是很好用 那這個是不用安裝的 我先點兩下 好現在執行完了 OK 那我就要來問一下各位囉 來 你看 我在 不管您是工作或學習 是不是有時候下面會開很多應用程式 那如果您連Line 假設Line你是把它放在 就是 電腦版的 還是一些就是Facebook放在這邊 請問會不會感擾到你 現在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最大困擾是什麼 沒辦法專心 因為可以讓你分析的事情好多好多 要嘛看電視 要嘛看手機 對不對 無聊嘛 就怎樣 又順便逛逛街 對齁老實說那個作業要交了 快快快快 等到然後 一下又 咚咚 咚咚 對不對 你就會受到干擾 好 那這個時候 虛擬桌面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虛擬桌面的技術在Windows比較慢成熟 因為Windows它就是 顯示感效能不是那麼好 最早其實在我念大學在二十幾年前 Linux上面就有虛擬桌面了 所以 如果我不想要這樣 你也覺得有沒有乾淨一點 你工作的都在這裡啊 聊天的在這裡啊 也不覺得下面空空的嗎 有注意到的嗎 對不對 這個軟體預設有四個虛擬桌面 所以你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工作的 快點 切來這裡 有沒有 然後呢 你想要跟同學聊天 你就換來這裡 老師走過來就切這裡 老闆走過來就切這裡 我很認真喔 有沒有 開玩笑 但是你把就是 會干擾你的東西 先暫時放一邊 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個是什麼 比如說你現在在 做一些報告好了 跟報告相關的 我可不可以就開在這裡 這樣就不會干擾了 然後呢跟報告不相關的 我就 放另外一邊啊 那我要看報告 整理報告的時候 我就回到這裡來 這樣OK吧 所以 我剛剛只是偷偷用快速鍵 你不用快速鍵也可以 因為 軟體有執行了之後在這邊 我把它拉出來 您知道這個小技巧嗎 這個 如果它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丟到外面 它就永遠顯示在外面 不用 不用進到制定喔 用到制定是一種方式 那如果這個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丟到外面 如果不要你就再丟回去就好了 好 我把它丟出來好了 OK 那 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1 代表我現在第一個虛擬桌面 你把它點一下 你可以自己挑 看你是要進第幾個 那 也可以怎麼樣 這樣按右鍵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應該沒有什麼困擾 窗口1 你這樣不小心就知道我剛剛按哪一個快速鍵了吧 好 那你如果怕 不同桌面 你會搞混 不同的桌面可以是 設不同的 那個 背景 可以設不同的背景 你看這邊 有沒有叫做窗口管理員 應該是窗口管理員那樣子 不是窗口管理員 是那個 有一個選項 好像是選項 桌面壁紙 有看到了 你可以設不同的 假設你這樣 你覺得說我要分得比較清楚的話 那 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你看我現在 這裡 是不是已經有幾個應用程式已經在執行了 對不對 那 你今天如果說 我不想要 這個 這個 比如說這個是那個 視訊的 我不想要他在這邊 你除了可以關掉到另外一個 虛擬桌面執行 也可以叫他搬家 你看一下在這裡 我叫做窗口管理員 你可以告訴他 你進來這裡 有沒有 等到你按確定了 有沒有消失不見 他就跑到第二個去了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有效率一點 當然你在這裡執行也可以 就在這邊獨立執行也是OK 也是可以 那 我們這樣就可以有需要的時候就把它 稍微分開來 把干擾源 減少 那請問 這個軟體 虛擬桌面軟體如果關掉會怎麼樣 因為我可能已經有散佈在不同的虛擬桌面的一些應用程式嘛 請問會怎麼樣 沒有分身就打回原型而已啊 就通通回到原來一個視窗啊 你本來就是一個 所以你看我把它退出 有沒有就自動滾回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大概是像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 軟體他已經很久了啦 已經很久了 所以其實也還好 就是 在WINS雖然又有內建有虛擬桌面的功能 可是沒有像這個那麼靈活 所以您可以做個簡單參考